0918地震对花莲南区造成重创 在县政府和各界共同努力之下 重建罗山村景平三号桥已经圆满完成 县政府也举行了竣工泄土典礼 由县长徐正卫亲自主持 共同祈福顺利平安行车 而桥梁重建工程完工了提供双向通行 能够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以及更好的生活条件 景平三号桥因为受到地震的天然灾害 影响受损严重 由县府积极办理重建工程 施工期间县长徐正卫多次来到工地 关心施工情形以及进度 终于7月16号竣工县府也办理了卸土典礼 今年这样子完成以后 其实我们这边就可以很完整 但是更希望我们的重管处和花莲先生 我们可以合作把花79有一部分 比路况比较不好的我们一起合作 看怎么样把它做好 让我们这条桥如果除了桥开通以外 我们的这个罗山之丘也有一个新的景点 再往我们的罗山瀑布 还有我们的竹林步道 这条景平三号桥受到0918地震受损严重 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交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村长表示很开心 等了三百多天终于完工统策 我们罗山很重要 它从社区一直到山上 是很重要的大陆 它经过0918 还有海魁台风 如令催残之后 就变得路不够平不够直 那感谢我们县政府跟它的经营团队 所以帮我们把这个桥给修好 为求保障用路人使用安全以及舒适 县府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提案申请补助重建 获得了经费1896万元 新建的桥长30公尺 宽9公尺的新桥 这次工程原址重建 来维持用路人行驶习习惯 并且提升用路人安全的行车环境 接着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